中国第三艘航母的研制情况一直为各方所关注 国防部此前也对此进行了回应 但是没有公开确认已经开始建造 不过就在昨天 新华社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的一篇文章 似乎透露了中国第三艘航母的研制情况 文章指出 六年过去国产航母业已经试航 入役指日可待 新型航母也已经在船台上有序的建造 而据澎湃新闻称 新型航母或为我国的第三艘航母 这是官媒首次确认中国正在建造第三艘航母